楊潤雲 請兩位部長 謝謝主席 是不是麻煩有請兩位部長 請兩位部長 黃偉好 黃偉好 兩位部長好 時間的關係我就省略客套的部分 請下一頁幫我按一下 我現在這邊遙控 沒辦法遙控得到 再按一下 剛剛蔣委員已經講過了 我關心的是具體的時程 我套用我們今天的招委 在5月8號在這個地方開公定會的時候 針對監人教師那把勞擊法的問題 人家已經反應這麼多年 你們還在這邊打代替拳 關槍關掉 那今天兩位部長 針對時程的部分 我如果剛剛沒有聽錯的話 盡快的 可能在新的學年度就可以納入 都做出了積極的承諾 那這一點本席表示肯定 把過去幾年 上一任政府沒有辦法做的事情 你們兩位勇於認識 在這一屆當中把它處理完 比較大的圖像喔 你可以看得出來喔 從過去 2001年到2015年 專任教師成長的比例這麼多 兼任教師的這麼多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整個高教體系當中 如何濫用兼任教師 讓他們去承擔實質上面等於 專任教師的教學負擔 主要在處理的只是cost down的問題 那今天做出了具體的承諾啊 很好 再下一頁 來 勞動型的助理是僱傭關係 請問學習型的助理 他們兩者之間的契約關係的屬性是什麼 在我們現在民法所有的有名契約當中 是屬於哪一種契約關係 兩位部長 勞動型的助理嘛 今天我們另外一個問題是兼任助理嘛 這個是 是僱傭契約嘛 僱傭關係 你要稱為勞動契約也可以 學習型助理是什麼契約 是 我跟委員報告喔 你不用把你們那個韓式的內容 重新唸一次給我聽啊 那個我 我都看過了 我現在只是很具體的問你 這個是什麼契約 目前是沒有這方面 所以才會在大學法的修法裡面來 目前草案已經提出 好 所以你認為是一個無名契約嘛 是嗎 我應該這樣說 如果以學習型定義 當然就教育而言 他是一個私生 一個 沒有啦 現在 就私生之間的概念 我都來無解啦 跟委員對應的這個 所以我就說 對到民法上面有名契約 你的意思是 他是一個無名契約嘛 是嗎 目前是沒有辦法 像那麼明確的契約關係啦 你說兩者之間沒有契約關係 不是啦 我跟委員說 是不太像勞動型那樣的 對 那所以我才問你嘛 他到底是一個 什麼型態的契約嘛 所以這個會定義放在學校 他不是用契約關係來 界定他們的關係 你說這兩者之間沒有契約關係 就是說 以學習型的 他本身就是一個從學習的 來來來來 再換一下勞動部長 這個問題存在這麼久了 這是一個最基本的民法問題 這是哪一種有名契約 還是不能用現在的有名契約來行錯 我們大概比較 我們比較介意的是勞動型 是雇用關係 學習型的可能就是要尊重教育部 教育部剛剛答案出來了嘛 來再按下一頁 我再問一個基本的問題啊 這是單務契約還是雙務契約 在場有沒有任何人可以回答的 下面做的要上來協助也可以 來法治局有沒有來 不是啦 這個問題存在這麼久 這基本上面的契約關係 法律關係 基本的定性你都搞不清楚 你要接下來如何釐清學校 跟所謂學習型助理的權利義務關係 我們法治局有沒有人在 專案報告沒有 那其他部門有沒有法治人員在 這個問題存在這麼久 你們到現在 連這個基本的法律問題 還沒有研究出來嗎 教育部的法治人員可以回答嗎 學習講座啊 報告委員 那我們現在 學習行的部分 包括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 如果是助學的講座 也現在是出部分類 是把它放到學習行裡頭去 那基本上 它比較像是一個 比較負負擔的 給付的 所謂負負擔的給付 是納入課程的安排 就如同他在休息課程 對啊 我了解嘛 所以我就說你在書面資料上面 有寫的東西都不用再講了 現在我的問題很具體 這個是單屋契約還是雙屋契約 兩者之間有沒有給付跟對待給付的關係 另外就是 我比較關切的是說 他領到的那一筆 學習行助理屁股 從你們今天回答內容 我可以先下這個結論 這個問題存在這麼久 基本的法律關係性質是什麼 你們到現在都還沒搞清楚 來 再往下按 我為什麼會問這個問題啊 出現紛爭的時候 到底要怎麼樣繼續記下去 再往下按 你們到目前為止 就有關於學習行的 去成立跨部會的審議平台 這個跨部會的審議平台 它的性質是什麼 是仲裁 是調解 要不要與雙方當事人合一為要件 這個是紛爭解決機制啊 這你們設計出來的啊 需不需要有雙方當事人合一為要件 還是叫了就要去了 這個是仲裁還是調解 再往下按 沒有關係啊 我今天沒有回 今天你們沒有辦法回答到的問題 都請你們回去研你 研你以後拿書面報告出來 但是我真的要make the point是在下面 再往下按 這根本是假議題 我不認為你們按照現在所謂學習型的定義 可以去擬出它到底是什麼 有別於雇用契約關係以外的契約關係 這明明就有給付跟對待給付的關係 從從屬性的觀點來講 它明明也就是一個雇用契約 但是你們創造了一個 在法律上面找不到 可以相對應契約關係的法律概念 叫做學習型的堅韌助理 這個是為什麼今天的這個爭議會變得這麼大 那到目前為止你們沒有辦法提出 任何有效的解決方式 最大的理由 那你們現在今天提供給大家的資料 再往下按 再往下按 你們的分布是學習型的 超過了一半以上 那這個也是cost down 成本降低 實際上面你們報告出來的數字 主席站起來了 但是我只有最後秀幾個圖給你們看 再往下按 從人格重屬性的指標 這個是人家做出來的實證研究 現在在大學裡面的 基本上調查出來 九成以上 九成以上 有人格性的重屬性再往下按 有經濟上的重屬性再往下按 有組織上的重屬性 你再告訴我 這不是雇用契約到底是什麼契約 今天你們沒有辦法給答案沒有關係 學習型的助理 學習型的助理 你不要跟我說明有契約關係 要不然現在學校在簽那些書面都簽假的 如果是契約關係 到底是哪一種有名契約 如果不是有名契約是無名契約的話 彼此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 要如何加以擬定 是單屋契約還是雙屋契約 是單屋契約是雙屋契約 是負負擔的贈語 把它想清楚了以後 你們才有辦法 對學習型的助理交代 要不然的話 你就最簡單的 你就拋棄了這個虛幻的法律概念 就勇敢的承認一件事 根本沒有所謂學習型的助理這種東西 根本就是顧佑型的助理 該在勞動法令上給人家的保障 就應該給人家保障 謝謝 好 謝謝委員 好 謝謝